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中国互联网头部一号网红小羊哥 他们的三支羊集团已经被正式立案调查 在这里 我觉得非常欣慰 连续多日对其发表正义的言论 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响应 我说过 来往这个平台 是我们的政府的一些部门真正来了解民意的一个平台 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内心世界 我们的看法非常重要 我直接就说 三支羊集团它属于是地方保护的一家企业 它跟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官场里面这些人 或多或少都有牵扯其中 而且安徽省委书记直接给他去站台 把它要打造成解决安徽三农销售问题的这么一家企业 可以说和安徽这个地方的很多的各方面的利益 也是捆绑在在一起 属于一个省级企业 所以说之前国家没有发文 他们很牛逼 欺骗消费者 虚假宣传 制假售假 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说过这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两极响亮的耳光 所以我在想 我们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财政漏洞 地方的治理水平啊 是非常差劲的 今年上半年 中国各省市一到七月的密西地公布了 只有上海是正面的盈利的 才他妈只有七百个亿 其他的省全都是负的 对吧 所以说造成这个情况的 其实跟很多地方政府他们的不作为 或无能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安徽 直接把高新区的这个主任给抛出来 想自查 这个事情打到这里为止了 对吧 打到这里为止 广东也发表声明 广州去调查这个美城月饼 说这个月饼啊 确实说食品安全上面是没问题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它的食品安全有问题 而是你进行虚假宣传 这个月饼是能吃 也吃不死人 但是它的口感 你说是米其林大师调配的 你说那个里面是黑松露 那个里面明明是黑松露酱 黑松露酱跟黑松露是一回事吗 新奥良考试跟新奥良考试粉 那是一个东西吧 对吧 这个就是什么 虚假宣传 而且他们那个鲁总 简直就是个地痞流氓 我之前去看过一下 他跟那个星巴对骂的那个视频 他直接就是狂妄的不得了 我说那个地方的人 他就是这个性格 非常非常狂妄 一兜 兜里一有几个钢呗 马上就牛逼的不得了 在网上公然的搞地痞流氓这一套 但是又没那么大的能耐 全国你说放打黑风暴 重特大的这些黑帮 没有一个是安徽的 也就是说 有些阴险较大的东西 但只是小打小闹 你看看福建内有些人 泉州那个地方 那些人搞阴险较大的东西 人家搞什么国际性的 跨国性的这种大的重特大犯罪集团 而你看看安徽这个地方是搞不起来的 所以平时在江州湖地区 不要老是天天 就知道打架斗殴 对吧 跟人家与人要为善 人家帮过你 知恩图报 天天就想着过河拆桥 这是什么素质 对吧 安徽作为一个中国出宰相 那么多的一个神 对吧 在整个建国到现在 这个是很多人才是寥寥无几啊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搞什么地域黑 没有这种意思 而是说确实他有些地方 有些那个素质 确实是不行 你看那个卢志文 在那个直播里面是说的什么话 手一点一点的 我用一万种方式我搞死你 你能够搞死了别人吗 你搞不了 你在东莞都被判 刷单 刷单在中国属于犯罪啊 也属于是邦性罪 被判三缓四 判他三年有期徒刑 缓期四年之刑 也就是说四年内 你要是再有这种行为的话 直接就把你抓起来 所以今天大洋哥小洋哥 卢志文 这些人不给他关于监狱里面去 是整个社会是没有办法 可以说得过去的 所以说整个那个 做出来这个事情 就让那些的反感 一副爆发户的可怕的那种嘴脸 那手上还带一个什么 那种是不是叫劳力士的迪通拿 就是说 以表盘的边上有三个按钮的 然后好像是个带钻石带金的 那个说法 我估计要百八十万吧 百八十万 就是说一点一点 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 怎么怎么样的 告诉你怎么怎么样 安徽人的老乡观念很重 但是这种人的形象 老乡们也不能够 去再支持他们了 这种什么形象 动不动就威胁别人 武装斗争 嘴巴里面骂骂咧咧的 干什么 对吧 所以说 做这种事情 说这种话 严重的 贬低了安徽的形象 所以安徽人民 要与小杨哥和这个卢志文 和他们这个三志杨 要做切割 不要再去支持他们了 他们这一次 你们很多安徽人买的那个 美成月饼 都砸在手里了 我有一个战友 就是小杨哥 他的老乡 是安徽 就是这个晚 晚恩这个地方的 一个叫霍秋县 是吧 他也是在 他也是这个月饼 月饼是砸在这个手里面了 送都送不出去 买的还挺多的 一后备箱 送都送不出去 你怎么办 他说 我一开始 我就是支持小杨哥 因为他是 他是五老乡 他是五老乡 所以我必须要支持他 然后现在去支持他 他妈就骂爹了 直接在骂 这个傻屁 干嘛 给坑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中国 现在很多细节上面 是没做到位的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带货主播 天天搞这个电视购物 有什么意思 其实很多人在网购 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你算下来 其实跟你在超市里买 也没便宜多少 而且你容易被他们给带街头 被他们给洗脑 冲动消费 是吧 现在这个小杨哥 他们还买这个什么水军 在各大平台到处洗版 说 哈哈 你们失望了 小杨哥他们很牛逼的 人家后台很硬 人家倒不了 人家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 是安徽的利税大户 你解决了多少几百万人的就业 他们公司 你去查一下参保人数有多少 社会责任一点都不担 钱他妈一点都没少赚 还要他妈把钱搞到美国去 在香港那边到美国去采购 把钱搞到美国去 当经济叛国者 这是一种什么嘴脸 当然安徽省内部 中央也是给了安徽的面子 毕竟安徽省委书记也是 老大的门徒 也是老大的门徒 给了他们省内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合肥高兴区就对他进行立案了 把原来高兴区的主任拿掉 说明省里面和这个合肥市里面 也是有些人参与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事情就给他这样子弄一只 梯椎羊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牵扯的方方面面的 所以他们能敢这么狂 对吧 所以因为在这里他们搞的里面 能把他们怎么样 但是我说过 这种东西对中国来讲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几个大字 民主富强 博爱 那一大堆 是讲这种东西的 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通张甲纪念馆里去 说的那些话和去那个异议都当耳旁风了 今天你挣多少钱没关系 你的发家史也不来追究你 你能不能爱国 当时是去那边是针对马云 还有你很多企业家 你想要跟这种人 这种漂亮小丑 放了那种视频 土的要死 有谁要看的 浪连引起不是 而且普通话也稍微学的标准一点 那种普通话 带来那么严重的那种口音 给他的感官就不是非常好 对吧 就跟个跳梁小丑 几个人就跟个跳梁小丑 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搞的那种那种口音 然后还在直播器里面 装傻充电 哇啦哇啦的 打那个电话 给那个卖谢的谢太太 讲那个话的 我让你骂屁 我也要许你们安徽人说话了 我也要问什么 对吧 干什么打那电话 哇哇哇叫的 当然了 安徽这个地方蛮大的 他有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晚南跟晚北是两回事 安徽这两个词 他指的是宣承池州啊 这个黄山这一带 这个地方叫做 这二八经叫辉州啊 然后呢 这个还有合肥啊 南部长江以南 长江以东 这一带 叫这二八经辉州 还有一些地方 它是不一样的 晚北地区就是晚北地区 晚北地区里面 还要分 淮南人还看不起 淮北人 对吧 那边还有 还有什么 辅阳 什么陆安 磅布 还有什么 博州 宿州 所以那一大片 反正 相互之间 也都看不出眼了 所以说呢 这个 有的时候呢 还是 老兵说了 这人呢 像他们这种形象 这种样子 最严重的 让别人 鄙视某些地方 因为大部分人 他都有这种观念的 中国人的最高 大多数人 最高认同就是审呀 不然的话 你内网 为什么给你搞一批 就是给你搞以审计为单位的 因为小阳哥 他们这种事情 网上有多少人在 地狱黑安徽呢 对吧 我也说过 我们自己同胞 没有必要搞什么地狱黑 开什么地图炮 但是有些实质性存在的问题 我们也要指出来 大家这来搞来搞去的 因为你福建全州 那几个逼货 喜欢搞诈骗 福州地区 有些东西 普天地区 有些东西 喜欢搞诈骗的 整个福建人去背锅 那我接触的 人家什么龙岩的 张州的 什么这个南平的 这三民的 这些人也不搞诈骗 对吧 对不对 安徽也有很多 很多市的人 也比较与人为善 也比较有知识 有文化的 只是有部分 有一两个 两三个地级市的人 那马来跟鼻子 那个素质是真的长 杀人家猪排 打架斗 动不动 过河拆桥 阴险脚诈 搞这些东西 所以我说这些人 这些人 他不就是搞上去像 那个下 九流的人吗 嗯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事情 今天早上 他们居然还敢顶风作案 他旗下还有博主 居然敢开播 当然不是三支 不是小阳哥他们 小阳哥他们都不敢搞了 在被列业调查阶段 广州已经宅得干干净净了 每成月饼 没有没有这个吃下去 不是说人会死掉 或者什么拉肚子 大方改变没有炒标 那你就是 就是说他宅干净了 那你就 你就续下宣传 那你说你是广告商 广告商的话 你也要缴 你要补税啊 广告商他妈 税二三十了 你现在可能一年只教五 你说你广告商就二三十 那这些税你都要补 质纳金都要交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讲这个事情 没几天 新华网 人民网 党和国家高层 中央就发表评论员文章 这么来讲这个事 这两天网上全是 全是这几个逼货的消息 这不给安徽人招黑吗 对吧 很多安徽人 我了解一下 很多安徽人也讨厌 他妈的这几个逼货 天天在网上布学 无数装疯卖傻 装傻冲冷 这妈的搞那种 地皮流氓的那一套 干什么 是吧 没屌实感 对吧 还有很多老乡买了 美成月饼 很多安徽老乡买了 他小阳哥 美成月饼 丢人不丢人 老人家都砸在手里面 退也不给退 你不是坑开 他妈自己同胞吗 自己他妈的老乡吗 自己的家里面吗 所以到底有谁在买他们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好奇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网购过 我也不买这件的东西 跟他妈电视购物有啥区别 电视购物是骗老年人的 那现在这种直播带货 不就骗年纪轻的人吗 那你没有分辨能力的能去买他的 你也相信美成月饼是香港的 搞了个曾志伟过来来 来他妈洗钱来的 曾志伟在直播间 当时那场直播我都看了 美成月饼这件事情 他说不定直接摇头晃脑 你们这把小子妈比我在缅北还干的还厉害 所以老平就说过了 有的时候啊 真的 中国需要一个工序良俗 需要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为了钱不择手段 无限制的这帮网红压榨工厂压榨物流 让更多的人损失 全都他一个人赚了 形成他妈垄断拖拉斯了 垄断还不够 各个他妈身家什么 那什么卢索 还有他们一个什么什么军师 各个身家都一百亿家 对吧 还不够 还有啊 如此的这个夸张 然后也不做慈善 也不去关爱社会 反哺社会 承担社会责任 一个技能就在那个地方 展现人性的丑恶 低素质低劣 他老爸那狂到他妈的 在小区的社区里面 直接把鸟掏出来 装傻充电到这种地步 这是什么人啊 啊 这样的人 是我们可以让他成活于 再成活于这个网络上吗 我觉得中国这一点还是要学习美国 不要再搞直播带货了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 啊 直播带货 卖这个东西干什么 让他们火了 他们赚的钱都是以前很多门店的钱 也没比人家便宜多少 不就是淘宝价吗 啊 什么生意都要他们去擦一脚 搞得他妈的体验感这么差 假茅台 吹风机 啊 对吧 还开他们音乐节 干什么 啊 对不对 哦 你他还有的人说 他安徽利税大户 贺费利税大户 他利税大户他就可以这样子来搞虚假宣传 中秋节 传统节日 你他妈的疯了 918当天早上 叫你们不要播 他们还播 直播评论区都关了 还在那里卖货 然后那个叫什么嘴歌的那个人 都回老 回去了 都没播了 不能再让他们播了 这样的话真的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 破坏中国人的契约精神 国外境内外 敌对世界都盯上他们了 开玩笑 啊 做人做事 不能够这样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